哈喽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荣物复刻刘依菲 那更准确的说呢 是复刻刘依菲在金粉世家里面的白秀珠的形象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模拟小人是我不小心捏出的 捏完之后就觉得 哦好像刘依菲啊 就尤其是眼睛鼻子嘴型 还有这个脸型 那关于这位模拟小人呢 大家会在以后的模拟人生四恋宗系列里面会看到他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位模拟小人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捏刘依菲的这么一个主要环节 那刘依菲在白秀珠的一个扮相上面的特征 就是比较的清高 然后又很贵气的感觉 那我现在还只是在捏人的一个最初阶段 这只是一个打的一个底子 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相似的感觉 嗯 现在看来就是五官 没有一个是特别像的 但是好像又有那么一丁点相似 她的神韵还是没有出来 就是 如果别人看到这一张脸 别人可能 第一个反应不会想到刘依菲吧 但是如果说 我捏的是刘依菲 别人就会说 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丁点 但就是不像呢 我们先把一些装饰先安上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五官上面应该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 那她的衣服和首饰呢 就是比较的复古吧 就是民国时期的那种 富家千金的样子 嗯 眉毛 那个时期的眉毛是比较细的嘛 就线长线长的那种细的眉毛 刘依菲的鼻子其实侧面是非常有特点的 但是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这种 你知道就当中有那么一截凸出来的鼻子侧脸 就是侧面是捏不出来的 那我们就只能在正面下功夫 那我们应该在脸颊这里要不要下一点功夫 就感觉稍微喷一点 这样子就 是不是会像会相似一点 就是感觉哪里不太对 但是好像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太对 家的头发其实感觉也没有好一点呢 我们先选择发型吧 然后再来改脸部的一些特征 OK这是我有重新捏的这么一个脸 就是从头再开始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改了 那现在这个脸就是有点太长了一点 不过脸长不是问题 要到最后就可以改 我们现在就先加一点视频 那视频跟之前的一些应该就差不多 那白秀珠因为和纪念戏之间的感情嘛 那所以说她在剧里面看出来的感觉都是那种委委屈屈的 总是不是很开心在使小性子的那种附加千金 然后再加上白秀珠在剧中才16岁嘛 但是我想在这里帮她增个淋巴好吧 可能就到20岁左右的那种感觉 那我不知道我现在今天捏的这么一个模拟小人 像不像白秀珠 但至少我觉得我尽力了吧 就是鼻子啊嘴巴然后眼神 还有那种vibe就是气质 就是特别的贵气 我鼻子真的是尽力了 哦嘴巴这里应该再往下拉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算不算比较像了呢 就是鼻子你不能够再弄太窄了 太窄之后就不像了 眼睛如果你不加一些睫毛的话 也感觉不是很像 我觉得这些姿势还蛮可爱的 还蛮有趣的 脸再小一点不知道会好一点吗 我不知道耶 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其实差不多吧 跟之前差不多 那好吧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快要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真人烈脸复刻系列 那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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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